大家好 我们可能听很多人说过 你的车跑了几万公里之后 你要去拉拉高速 这样的能清积碳 那这个拉高速真的能够清除积碳吗 的确 拉高速是能够清除一些积碳 这个拉高速是把你的转速升高 而不是说让你开着车去跑高速 再一个 你想通过拉高速来清积碳的话 你需要把转速踩得很高 这样才会有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微乎其微 而且通过拉高速来清的积碳 你也只能把排气管和排气头段三原理 刚刚形成不久的新积碳给吹掉 这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像一些重要的部位 比如节气门 进气道 火塞表面 喷油嘴等发动机内部的一些积碳 是根本清除不掉的 我们要知道 积碳这个东西非常顽固 它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 那这些积碳该怎么清除呢 解气门 喷油嘴 进气道 这些地方都可以去休息场把它拆起来进行清洗 像活塞表面的积碳就得通过专业的清洗设备了 用核桃刹来清除 这个可以在车跑了几万公里之后再去做 平时我们就加一点天压剂来抑制积碳的产生 还有积碳的多少和发动机的类型也是有关系的 直拍发动机就比较容易产生积碳 好了大家不要再去迷信拉高速能清积碳这种说法了 它的效果是几乎没有的 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能够帮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